韩国人气演员宋仲基2018年,英雅出的十周年,他一日在首额举办个人见面会。 这也是他新婚后,首度近距离见粉丝,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 当读信,以及看到普保镖录制VC20,忍不住泪扫台上,活动上游泪水也有笑声, 好有李光珠特地到场力挺,却包笑爆料,他竟抢走李光珠的电风扇,转给宋慧乔吹,并表示,我老婆也很热,让全场笑发,宋仲基一日在韩举办见面会,宋仲基一日在首额举办见面会。 除了感谢粉丝十年来的支持,话题依旧离不开老婆,经纪公司代表车派选录制影片时,被问到五个字形容宋仲基,他竟直接到胆喊出,宋慧乔万岁,简短有力的曝光宋仲基,就是老婆傻瓜。 曾经中国也在影片里爆料,宋慧乔曾带着宋仲基到健身房找他,李光珠爆料宋仲基重色轻友。 到笑的是,这有李光珠当天力挺活动,惊喜现身台上,他不仅爆料宋仲基重色网友,还把两人过去一起吃饭时的密心公开。 某次,他与夫妻俩相约只靠小肠,宋仲基竟把电风扇抢走,转给宋慧乔吹,宋仲基护计表示,我老婆也很热,李光珠当场傻眼,活动上有笑有泪,宋仲基对待粉丝的真心展露无遗,他特地走上二楼,与观众一一握手,由于现场元素众多,他还在一楼目送粉丝离开。 真心感动大票观众。